中式新闻带您独家直击 年轻人竟然对年近90高龄的老人家动手 苗栗的这名老妇人日前呢 她骑着电动车出门 结果她因为逆向行驶 结果被一名骑士 骑着脚踏车的男子给来了下来 她先是对老太太大声的斥责 而老太太想把车子给移走 没有想到差一点造成她摔跤 男子一气之下挥拳痛殴老太太 幸好旁边一名壮汉 及时出面阻止 老太太骑着电动车 在路口左转逆向行驶 这时一名骑脚踏车的男子 在老太太面前停了下来 大声斥责她不该逆向行驶 老太太这时想把车移走 差点造成男子摔倒 男子一气之下 竟然对着老太太挥出拳头 这一下打得不轻 老太太整个人差点跌下车子 这时路旁店家货车正好经过 坐在副驾驶坐得壮汉 赶紧跳下车 跑过来阻止男子的恶劣行为 他那个是邻居吗 就隔壁的 隔壁的 他想要故事揍他 不行 不能揍他 男子在逞凶之后 就跨上铁马不见踪影 老太太家属把影片po网 表示当时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男子硬是把老太太的电动车拦下 还动口又动手相当恶劣 希望大家能评评理 但老人家在马路上立向行驶 也是有相当的危险性 警方目前已经根据监视器画面 通知双方当事人 道案说明 记得黄丑银综合报道